字幕君 哈囉,我是Manna,旅行結束了 那這次原本的計畫是宜蘭花蓮台東這樣四天三夜的小旅行 不過考慮到回城我們要回台中 所以討論了一下我們決定走南回 從南部這樣繞回台中 一個不小心就變環島了 就是說一下這次旅行的感想 我覺得花蓮、台東真的很漂亮 那個風景是我們平常在 這半部、西半部是看不到的 真的很漂亮、很壯觀 那伴手禮的部分呢 我們只買了一樣 就是台東的麻糬 那今天就要分享麻糬 這個 陳寂麻糬 那其實我們還買了禮盒妝 但因為他的賞味其實只有兩天 然後今天禮拜一 我老公就帶著內盒去上班要分給同事了 所以我就剩下這些 就是用紙袋裝的口味 不過口味都是一樣的啦 只是數量上有一點不同 那我們就直接就是試吃這邊 這間麻糬我是上網隨便查 結果沒想到他非常有名 他好像六點半就開始賣了吧 然後我們到的時候是十 快十一點 已經在排隊了 因為前面的出爐已經買完了 要等下一批出爐的 那蠻幸運的啊 我們大概等了十分鐘 他就出爐了 那首先是這個口味 這個是 其餘嗎?對 這很特別耶 就是你有看過鹹的麻糬嗎? 他們家這一個好像是特色的麻糬 然後呢 還買了 這個 聽說前面的排隊的姐姐跟我說這個超好吃的 綠茶口味 他這個皮啊有看到嗎?是綠色的 然後他裡面的餡是紅豆餡 然後他裡面的餡是紅豆餡 這個我買了很多個 然後再來就是芝麻 昨天我公公有先吃一個他說很好吃 對 給大家來吃吃看 還買了一個這個 麻糬餅 他有兩個口味 一個是 五穀 然後我挑的這個是紅豆 那我有問前面排隊的姐姐說 推薦哪一個 他說這個沒有差 兩個都好吃 那因為 我不喜歡吃五穀 所以就 買了紅豆的 那其實他還有很多口味 像是花生啊 然後 什麼 黑麻糬 這種口味 但是因為 我昨天在現場都沒有看到 所以你就抓了 僅有的口味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吃吧 第一個要來吃哪一個呢 現在來吃鹹的好了 我沒有吃過鹹的 這真的很特別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 怎麼會很包其餘 然後 其實我下意識是沒有想要 嘗試的 但是 前面排隊那姐姐跟我說 一定要試試看 所以我就 還是拿了 嗯 真的很特別耶 他就是包 其餘鬆 給大家看一下 切面 看到嗎 這是其餘鬆 他是麻糬皮 很Q 然後跟其餘鬆搭配起來 不會很奇怪耶 就是平常 你在吃其餘鬆的那個味道 我覺得蠻特別的耶 很好吃 接下來我要吃的是 芝麻口味 這是我公公昨天 晚上吃的 他說覺得還不錯 芝麻很香耶 他的芝麻不會過於甜膩 我覺得 那個味道掌握得剛剛好 然後跟麻糬搭配起來的口感 也很豐富 很好吃耶 接著是大家都推薦的綠茶 口味 有沒有看到這樣子 就可以看到他那個 皮是綠色的 麻糬的皮是綠色的 我覺得有種日式的感覺 看到嗎 他這個皮啊 有個淡淡的香味 然後 紅豆泥不會太甜 兩個搭配起來剛剛好 那個 甜度跟Q度都掌握得非常好 蠻好吃的難怪是 大家都推薦的口味喔 再吃一口 好最後一個是這個 麻糬餅 紅豆口味 他後面是有芝麻的 他其實吃起來就跟我們一般在吃的太陽餅啊 那種糕餅類的很像 他這個餅皮 是有好幾層的 有沒有看到 好幾層的 雖然他的那個酥脆度是夠的 然後 他的 紅豆是烤在裡面 就 裡面整圈都是 你咬下去可以感受到那個 餅皮的 脆 香 然後紅豆的 甜 我覺得這個 這個口味比剛剛那個 包紅豆餡的麻糬 再甜一點點 然後他後面有加這個芝麻 所以你吃起來還有芝麻香氣 不會說過於 甜 然後 過於單調 他的味道是有豐富的 不過這個就跟我們 平常吃的餅蠻像的啊 就 比較 沒有什麼 特別之處 然後因為他是 麻糬餅嘛 所以 還有麻糬 他這個是有白白的麻糬 所以他是紅豆餡跟麻糬 在一起 所以 他的層次感是夠 比一般的 嗯 糕餅類 還要有多一點點的 層次感 不過我覺得整體吃起來跟 一般的糕點 還蠻像的 那我買的這三個口味呢 我最喜歡的就是 綠茶 再來是 芝麻 最後是 旗魚 旗魚擺在第三名 並不是說他不好吃 而是我還是比較喜歡傳統 就是有點甜甜的那種麻糬的口味 那我覺得他們家的餡 真的就像Google評分上面講的 不會太甜 你吃了一個之後你也不會覺得 呃 需要喝點茶啊 或者是好甜好甜 舌頭要麻痺的那種感覺 不會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 旗魚鹹的部分表現也是蠻特別的 因為他就是 你平常在吃的那個旗魚松 然後包在麻糬裡面 吃起來真的是 嗯 有種特別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沒吃過的話 還是可以試試看 那蠻推薦大家 如果有到台東 雖然有點遠 對 如果有去台東的話 可以去沉寂麻糬 買幾個來吃吃看喔 這旅行啊 我的身體狀況有點 不太好 因為我是一個 容易暈車的體質 那 我老公考慮到 我很會暈車 所以他就是走了比較多 海岸的部分 那前面有一段是山路啦 山路就是我暈了之後 整個人就 喔 頭狂狂 所以 一直在車上渾水 然後也沒有什麼精神 那 可能 這次的片段會 比較零散一點點 我會盡量把它剪得 流暢 好看一點點 那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期待我的 旅遊影片囉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麻煩幫我按個喜歡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趕快按下 訂閱跟 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想說的話 或者是想看的影片主題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我是娜娜 下次見拜拜